吴欣因转卖礼物鞠躬道歉 钟翰良笑着回应 情商不是一般高 说起吴欣和钟翰良 不知道大家对他们俩人有多少了解呢 钟翰良在之前身为嘉宾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时 送给吴欣一个毛绒玩具作为礼物 当时吴欣的表情看上去还很喜欢 可没想到过后被网友发现 当时的毛绒玩具已经被挂到了二手转卖平台上 虽然吴欣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人员操作的 自己并不知情 但这件事情对吴欣和钟翰良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钟翰良听后笑着说了一句话 吴欣肯定是吴欣 在场观众听了之后都鼓掌叫好 称赞他的情商高 若是换作其他人的话 可能只会说没关系 但他的这一句话不光说明自己理解他 而且还用肯定这两个字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 自己理解他 想当时的目标 也不讲解他的信任 这一句话就说了 但不知道想与不理解他是同时的